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春晚舞台抢人大戏开启。 两大卫视疯狂抢肖战,盛赞肖战敬业。 近日,各大卫视的春晚舞台也在着手准备,作为关注度非常高的实力派演员、歌手肖战。 何去何从成为了焦点,这段时间春晚舞台的抢人大戏正式开启。 值得一提的是,已经曝光有两大卫视都在疯狂抢肖战,也都是肖战的老朋友,分别是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。 特别是北京卫视,已经抛橄榄枝,夸赞肖战敬业,是非常优秀的好演员。 据悉,一年一度春晚舞台的抢人大戏正式开启。 目前网上爆料有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两大卫视都在疯狂抢肖战。 之前在爆料的春晚阵容名单里,就有肖战的名字。 另外后者直接向肖战抛橄榄枝。 夸赞肖战敬业,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暗示,会想办法邀请肖战加盟?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都非常期待肖战的舞台,无论是跨年还是春晚。 都希望可以看到肖战的身影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完全有实力和资格出席这样的盛大晚会。 之前也都参加过很多次,是最耀眼的明星,也是春晚舞台代言人。 总之安心等待,临近年末和新年降临,祝福肖战接下来的工作可以一切顺利。 特别是肖战主演的新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,还没有传来杀青的讯号。 祝福肖战在剧组拍戏一切顺利,也期待这部电影会在春节当上映,我们不见不散。